接下來的話,如果我今天希望再畫一個第二個圖 剛剛是第一個圖,叫例年切到折線圖 那第二個圖的話,也許叫各區的比例圖好了 所以你們也可以在這上面改一下名稱 這個叫例年切到,阿維把他的工作名稱也改跟他一樣 叫例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剛剛這個各區比例圖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用收折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打勾取消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是要把那個不正確的資料 把它從原始資料把它刪掉 那哪一個簡單,你用哪一個吧 如果不影響這個我們最後的結果的情況下 我是覺得用這個所謂的列標籤旁邊 這個應該就是篩選,有沒有 以後如果你看到這個漏斗,就是篩選 那把不要的把它隱藏起來的話 那就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OK,那這樣的話就留下總共台北市應該是12區吧 那至於12區,哪一個區的切到按鍵最多呢 當然你如果這樣看的話,看起來應該是 第一名三字頭的好像是中山區嘛 那再來就二字頭的,再來一字頭 可是如果你要按照順序排列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你可以在資料上面這邊 把它改成什麼,改成A到Z或Z到A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要凸顯那個切到按鍵最多的那一區的話 由大排到小 所以你就把這個上方找到資料 那一個排序 那排序有大到小跟小到大嘛 然後有進階排序啦 不過以這個地方來看,我們不要那麼複雜 我們用大到小,OK 那記得游標放在B4上面 它就知道說你要排列的是這個 這個欄位,把它列到A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按照那個順序 所以以那個治安的切到按鍵數量來看 那當然最多的就是中山區 第二名的話是北投 第三才是士林 第四是萬華 OK 之前我每次問同學說 你們猜猜看哪一區的切到按鍵最多 好像第一個最多人猜的是哪一區呢 感覺好像萬華有一點被污名化的感覺啦 那是不是這樣我們不知道 不過有的時候數據是比較客觀的 所以你不能說 你那個什麼哪個地方最壞 你就想到萬華 對不對 那其實萬華有這麼亂嗎 感覺是有點真的 尤其你出捷運在那個地方 你就感覺好像那邊真的是 跟其他地方又不太一樣 尤其那邊好像很多就是公園那邊啊 就是總是聚集了很多那個 但是會影響切到按鍵嗎 這個郵名跟切到按鍵有正相關嗎 可能還是要去了解一下 OK 所以有的東西 你不能說郵名就等於是治安不好 你要拿出證據嘛 要拿出數據嘛 你不能說 A就等於B 你為什麼這樣講 對你要有數據嘛 所以你要統計資料 要怎麼做 你要拿出數據來看啊 以及真的來看的話 可能好像沒有相等 對不對 OK 所以衍生部分的話 那你就可以再去進一進 可是有的時候你要去說服別人的時候 我是覺得 最好還是客觀的數據 會比較能夠說服別人 不然你不能說 我覺得我以為 對 OK 你是誰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歡這樣 像我都不會這樣講 我一定要拿出數據 然後客觀 然後把所有的資料都攤出來 我在 我在 我也不一定要下結論 我說你們自己想想看 對 你們自己想想看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子 我也不要說很篤定說 你看就是這樣子 沒有 我們資料裡面也可能會遺漏的地方吧 OK 我們可以來討論 但這樣我覺得 至少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不然的話 很多時候吵來吵去 也不見得大聲就一定會 會能夠 這個 是對的啦 所以呢 最後我們來畫個圖了 當然你要畫圖記得喔 它是躲在分析裡面 所以以後你要 可能還是要記一下 因為我發現同學對 這個 介面好像不太熟悉 所以你們可能要記一下 每個功能它躲在哪裡 OK 可能稍微 而且喔 新的版本跟舊的版本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這邊的版本是 2016的喔 那如果你假設你家裡用的 比較新的版本 可能會有稍微不太一樣 舊的版本可能也 不過至少它的名稱都長一樣 就是叫這個樞紐分析圖 OK 那我們一樣 找到樞紐分析圖之後 那記得喔 你如果要畫圖之前 請你把游標 一定要放在這個上面 不然你會發現喔 你如果沒有放在上面 奇怪分析那個什麼 分析不見了喔 為什麼 因為你游標沒放上去 所以放在這邊 分析就出來了 因為如果你假設放在這邊 它就知道說 你要做這個樞紐分析的下一個動作 但是如果你沒放 它就以為你們要做啦 所以喔 游標放的位置 非常重要 游標放錯位置 那你結果就一定不對 其實一樣啦 像那個 Excel裡面很多地方 像錄製劇集也是這樣 錄製劇集 它就是記錄你滑鼠跟 鍵盤做的動作 幫你記下來 所以 一樣喔 要不要記著放這邊 然後上方就會有分析跟設計 所以有的時候啦 你們就是可能慢慢的習慣 把那個每個功能稍微再記一下 我們需要的功能就在分析 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然後圖就會跳出來了 那裡面當然有一堆的這些圖啦 不過我們剛開始可能不要用太複雜的圖 我們針對比較常用的一些圖 那當然你想說用哪個圖比較合適呢 其實不同的圖 它會有不同的呈現的重點嘛 像剛剛的折線圖 理論上就是 橫軸一定是時間比較多啦 時間 然後縱軸如果是數量 那用折線圖當然是最恰當的 那折線圖裡面還有分啦 這個是沒有節點的 沒有節點就是說 它每個數據上面不會給你打一個點 那我比較習慣是上面打點的這個 所以就選那個第四個 所以剛剛那個就是 含有資料的折線 含有資料標 那個叫資料標記的折線圖啦 OK 那你會發現每個點上面就很清楚 這樣一看就一目瞭然 不然沒有打點 有的時候看起來好像 這個位置 尤其資料多的時候 那就不太明顯了 那所以你說這個地方 如果假設用折線圖合不合適呢 其實看起來好像也是可以 可是問題喔 它好像比較不能夠凸顯說 因為我比較想要凸顯的就是 它的個區到底哪個多哪個少 如果是只是單單數量的話啦 我還是覺得折線圖沒有很合適 如果是數量的話 我比較推薦呢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叫什麼 直條圖就好了 有沒有 數量馬上一目瞭啦 哪個多哪個少 而且多多少 馬上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如果你假設啦 我今天要凸顯的是 它各區的比例 佔比各是多少 最好是百分比啦 因為我想要只是 主要是知道說百分比 哪個是最多的 然後佔的比例呢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是比例方面的話 還是比較建議用什麼 用圓形圖會比較OK 那圓形圖裡面 其實它主要就是說呢 這個是比較基本的啦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它是立體的而已啦 所以平面跟立體差別 就是比較花俏一點啦 不過我們其實剛開始 不要那麼花俏 這感覺好像不需要 我們用平面好的 比較樸素一點 那也不用子母圖 因為我們不是說各區 假設你要各區裡面呢 還要分出其他的這個統計的話 那你可以用子母圖 其實一般好像也蠻常用到環 這個什麼 環 環形圖 環 環 環 卷 卷圖 環卷圖 那這個圖的話其實OK啦 就是說 它比較強調的就是說 在一圈裡面是空白的啦 OK 那當然比較一般常用的 也許我們用比較簡單的 用圓形圖 假設我們用這一個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它就把圖給畫出來 一樣我們就把它放大一下 比如放在第二 然後可能就放大一下下好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會有一個 我是覺得已經算OK了 可是 這個圓形圖 比較不好理解就是這個地方的顏色 它上面沒有所謂的標籤 除非你游標把它提在上面 它會跟你講 這個是中山區 不然的話你可能要看右邊的圖裡 所以啦 理論上我的個人習慣 還是比較喜歡怎麼樣 直接乾脆幫我在這個每一個區塊上面 直接就幫我加上那個 所謂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資料標籤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加資料標籤 你可以按滑圖右鍵 然後這邊的話就有個新增資料標籤 那有兩個選項 一個的話就是比較簡單的 我是比較推薦你們用那個 叫做下面這個 叫資料圖書文字 你把它點下去 你可以看到 它馬上就有一個好像小小的箭頭 然後呢 直接告訴你說哪一區 它的比例多少 還百分比直接給你的 OK 那你想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要用這一個 我用另外一個呢 如果你用另外一個的話 就很麻煩了 這叫資料標籤 它變成這樣 那你說 怎麼會是數 這個好像看起來是什麼 它上面的數量吧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像剛剛那個樣子的話 還挺麻煩的 你要怎麼按右鍵 然後把它的資料標籤格式 然後它標籤格式跳出來之後 然後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類別名稱 百分比 然後只把它打勾取消 有沒有上面就有了 然後如果你要把它放到外面的話 底下位置 把它改成叫中點外側 這樣 這樣也是OK啦 只是說呢 比較起來好像剛剛那個方法比較快 剛剛按右鍵 然後新增 叫做圖書文字 它就直接有那個標籤出現了 那如果假設你是新增資料標籤 那很麻煩 變成說 我剛剛這個動作再做一下 這個如果假設你用這個方法 它出來的數量對不對 你要先在上面按右鍵 然後資料 資料標籤格式 跳這個嘛 然後你就 把 值打勾取消 值就是上面東西 先不能按右鍵 先要把類別名稱跟百分比打勾 然後把尺打勾取消 OK 然後記得把這個放外面 就叫做 終點外側 這樣OK 兩個方法 我是當然比較建議你用剛剛那個方法 可能簡單一點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 把中山區 這個比例比較多的把它拉出來 那個叫炸開 所以你想要凸顯中山區 先點一下中山區這一塊 不過你會發現點下去好像先選全部 再點中山區 再按住不要放往外拉 那這塊餅就出來了 如果你要把它拉回去的話 再點它一下 再往內 OK就回來了 再做一次 一點全部嘛 你可以看那個節點嘛 二就是點它中山區 三就按住不要放往外拉 就出來了 看你要炸 這個要炸開 炸開多少 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把標籤這邊改一下 這個上面的標題名稱叫做 叫各區比例圖 然後也把這個名稱 乾脆也 我的習慣是這個跟這個的名稱一樣 所以這個把它點兩下 這個再把它貼上 把那個貼過來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圖力就不需要 就把圖力再關閉 OK 好 那就完成那個所謂的各區比例圖部分 動力有點多 再把重點提示 一 這個分析這邊 然後二的話呢 就是插入那個 記得是這個圓形圖 那三的話 記得就是 把這邊用 插入那個標籤 然後並且呢 把這個炸開 改一下上面的 然後關閉圖力 畫面再 還給大家一下 試試看 熟悉一下 我是覺得 你要把那個資料 快速的把它圖像化 我覺得好像 以色友這件事情是 這個工具是真的是方便 快速 而且它給的那個圖的 這個什麼 美觀程度 我覺得也比其他工具 應該不會太差 我覺得它的圖 算是還蠻漂亮的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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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是 是 谢谢大家